我们马来西亚有这么多一样的资讯,一样的机会,一样的资源 为什么有些房地产投资者能够获得很大的成功 有些却失败得非常彻底呢 除了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知识,技术和策略上的原因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到底有没有一个正确的心态 因为很多人都感觉不到 但是如果你是没有具备正确的思维方式 你不要讲房地产投资 你是永远不可能在现实中获得财富上的自由的 这是我总结了房地产投资六种成功的心态 房地产投资的第一种心态 长期投资和长远眼光 要赚快钱的人绝对不要投资房地产 房地产投资它真的不是一夜暴富的游戏 它是一场marathon来的 跟股票、外汇、crypto之类的投资不同 房地产投资是一种长期投资 短期炒作的方式可能根本就不适合房地产这块 不仅仅是因为房产增值的速度 没有股票那样大的波动起伏 而且房地产买卖时通常要涉及到很多的费用和开销 要想要有一个良好的房地产投资 要有合适的资金支配方式 而且很多时候还要成了租金 这样子才能得到房地产最大的增值 像是说你现在投资了一个 即将要为发展的核心地段 比如说你以50万进场 现在来说租金那方面可能也是刚刚好 cover installment又或者是需要贴一点点 但是随着这个地方的发展 可能三年可能五年可能十年 房产价值也会水涨船高 可能从50万变成80万 那可能你就在三年内脱手赚到30万 但是前提是你要撑得住三年 房地产投资的第二种心态 负债不好吗 在当今的社会呢 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 但并不完全正确 负债需要区分类别 如果是借钱消费 那确实不可取 但如果是借钱投资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确的一个思维方式 成功的借贷投资 意味着你能很好的利用杠杆作用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有500万马币的资金 你可以全款购买一套价值500万马币的豪宅 又或者是选择贷款350万马币 然后用150万马币的自由资金购买豪宅 剩余的350万马币投资另外五间比较小的投资房产 通过这种方式呢 你可以一次过享受几间房地产贷给你的回报 相对于你只是投资一间豪宅 那回报率呢 是多出三到五倍的 而且你也可以将风险分散到多个项目中 即使其中一个项目的表现不佳 它的这个总体的投资回报仍然可能是正面的 但是当然过度的借贷投资也并非明智的举动 过多的负债有可能会使你的财务状况过于紧张 任何的意外因素呢 都有可能导致你的投资计划失败 房地产投资的第三种心态 理性分析 如果你在投资方面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 那我劝你不要投资 因为你会导致冲动决策 那我讲的感情是哪一方面 比如说你从小就在不中长大 你很熟悉不中也很喜欢这里 因为这里有你很多美好的回忆 即使价钱不便宜 你也买了不中的房子 尽管这个地方的房价增值钱你不大 而且住店的市场也不是太好 你还是坚持投资这个你熟悉的地段 希望能够重温旧热的情感 这样你投资KL市中心 你可能就会觉得 啊这个地方太多人投资啦 不熟悉啊不安全啊等等 那几年后你就会发现 这个不中的房子的价值没有上涨 住进收入也不太理想 最终呢导致一个失败的投资 然后你白等了那么多年 我们需要用数据和事实来说话 市场条言财务分析 租金收益率计算 都是我们投资前必须做的功课 例如在决定购入一个地方的房地产 我们需要研究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人口流入 交通便利 以及未来的一些规划等等的因素 因为这些都会影响房地产的增值潜力 不是说你现在看到一个地方很updown 很旧 它就肯定没有潜能 有时候可能这种地方 它翻的那个次数 是比一个成熟的地区更加更加的大 房地产投资的第四种心态 不断学习 房地产市场真的变化非常非常大 如果你今天要当个成功的投资者 你一定要不断学习新知识 不是讲说你这一年 学习到很多关于房地产 你接下来几年就不用学习了 那只要呢 你中断学习 你就一定不能继续成功下去 第一 我们一定要多关注这个行业的动态 现在的房价怎么样 哪个哪个地区即将要发展什么 哪个发展上面面临财务状况等等 第二 我看到很多那些很想要开始投资房地产的 年轻人一直去找agent聊天 去一大堆seals gallery 然后觉得自己很懂市场 那不要浪费时间 你要学的是别的专业投资者的经验 这些是无价的 你们一定要参加相关的培训 不断提升自己的投资水平 你可以通过阅读 专业书籍 参加一些房地产投资的讲座 或者是投资课程 在这里呢 都可以掌握最新的市场趋势和投资技巧 那同时与其他投资者交流 分享经验 你能够获得非常多的宝贵insight 因为就好像我说的 这些行内的人肯定懂得比你们多 你们要懂的是他们的理念 房地产投资的第五种形态 风险意识 投资总是有风险 但是有风险意识才能做出更稳健的决定 了解市场波动的规律 预留紧急资金 确保即使市场不紧弃 也能够应对自如 比如说考虑到经济衰退 或者政策变动带来的风险 我们需要准备一笔紧急备用金 以备不时而需 同时分散投资也是降低风险的一个有效方法 不要把全部的资金都投入到一个项目里 房地产投资的第六种形态 坚韧不拔 成功从来就不是一夜的事情 面对市场的起伏和挑战 保持坚韧的心态 坚持自己的投资策略 比如说在市场低迷的时候 不要放弃或者建卖房地产 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和策略 等待市场回暖 历史证明 房地产市场是有周期性的 经历低谷后呢 往往都会迎来这个新的高峰 那这一个东西呢 在我们的这个 每一年的市场预测讲座 都会提到更多关于这个房地产周期的 希望这些成功心态 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也认同呢 记得点赞关注 并分享给更多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